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图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图老师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券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内容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阿蒙老师 欢迎阿蒙老师 欢迎嘉信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下面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所面临的情感困境吧 我们从谈恋爱时她妈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后来因为有了小孩我们才结的婚 她对我也比较体贴 所以我就认定她是我要找的人 结了婚以后她妈总是刁烂我 做什么什么都不对 说什么什么都不对 我觉得吧跟老人住在一起就当代一点 然后对老人有一些起码的尊重 因为家人的介入 她妈提出要她的女儿跟我离婚 现在离了婚 我感觉自己轻松多了 现在又提出要跟我互婚 我现在真的要考虑一下 结婚以后呢 我是觉得和我妈的沟通出了点问题 但是现在我能处理好这些问题 所以我现在想和她复婚 曾经的夫妻 他们选择了再一次通过这个节目 来拯救一次他们的情感 老师们会帮到他们吗 掌声请出这对嘉宾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宇28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职员 嘉宾小新29岁 同样来自湖南 也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今天谁想来的 我想 你想复婚 对 你有这想法吗 我要考虑一下 因为一直以来 我跟她其实没什么矛盾 就是她妈就不喜欢我 怎么还有丈母娘跟女婿 闹得这么厉害 怎么认识她 我能知道一下吗 09年再一次朋友聚会的 09年就认识了 对 然后呢 然后认识以后 13年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 确实我们自己也没买房子 所以跟我妈住在一起 她妈就一直不喜欢我 嫌我各方面能力不行 意思是说她女儿可以找到一个 比我强一点的 后来为什么同意你们结婚的呢 有了孩子 奉子成婚 对 没有办法 你母亲没办法了 我妈说也不想我受伤害嘛 最后因为什么离的婚啊 主要当时我听我妈说 说她打了我妈 那她出二十万离婚散了 我当时也是赌气 当时的话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话确实我是在外面喝了点酒 回家比较晚 她妈就欺负她一出来 就说不怎么会挣钱是吧 你还在外面喝风狗友 还喝酒 其实就是一些同事喝点酒 当时的话她也没在现场 她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她就听她妈跟她说 她就所有跟我离婚 当时我听了我就非常非常难过 所以一气之下我也就同意了 你到底跟人母亲动手没动手啊 没动手 当时的话确实她一回到家嘛 她就骂我骂得非常难听嘛 当时我就是酒精上头了 顶撞了她 她就过来准备打我 当时的话我就可能力气用的比较大 就抓着她手就甩出去了 我就再怎么说老人吧 你也不能动手是吧 你确实跟你张不娘动手 她要打你 你没挡你把她甩出去了 是吧 我挡了 挡的时候就抓着她手 就把她手甩出去了 那你让她打你呗 我也知道当时确实这个这是不对 我当时就赶快出去了 她妈跟她打电话嘛 她就打电话 她也不问我情况 当时直接说要跟我离婚 当时她我也觉得特别委屈 因为我在家里做了这么多 都是为了你 为了孩子 是不是 你都不能理解我 所以我就当时一气之下 我就我也同意了 现在孩子在谁那儿呢 孩子现在跟我跟我妈在一起 主要是我妈带孩子嘛 男孩女孩 男孩 反正就是说 离婚也半年了是吧 对 现在她要跟我复婚的话 我现在是要看她妈那边是 对什么态度 我现在是想复婚 但是我还是想老人吧 你还是跟她道个歉是吧 当时的话没有多大的事 今天我听说您母亲来了 对不对 对 我也是想调解我们这个关系嘛 调解一下 我们把丈母娘请上来吧 来 有请 您好 这是你前女婿是吗 是 喜欢她吗 不喜欢 女儿现在想跟她复婚 你是什么意见和太太 我不同意 因为她欺骗了我女儿 后来不知道怎么 就说有小孩了 我自己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我一直以她为荣 从小到大都是很优秀的 那后来不是还是嫁给她了吗 就是后来有了小孩嘛 我没办法 我勉强疼你的 但是我还是心里不接受她 你说你女儿被这个男生骗了是吗 是啊 我问一下女生 你是被骗的还是心甘情愿的 确实我当时也觉得她对我挺好的 是心甘情愿的是吗 对 听见没有 她不是上当受骗的 在我眼里就是说她是骗了她 那我再问一下 你是特别喜欢你那小孙子是吗 是啊 那你就眼看着让你的小孙子 面临这样的破碎家庭吗 我觉得 你就不让他们复婚 那肯定爹不能一天到晚在身边呢 那肯定这个家庭就破了呀 他有爸爸也跟没 有爸爸一样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宁愿让你女儿再找一个再叫他爸 也不要这个爸是吗 确实 那有你这个妈在 你的女儿永远不会信 好吧 那我问问啊 结婚之后 她就等于住到您家了是吧 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要我妈带小孩 然后又住在一起了嘛 我妈也不想我离开她 你们夫妻俩在经济上是怎么解决的 她就是说 必须把钱全部都跟她女儿管 我自己的房子是要买到七房 七房还没到七 要三年才到七嘛 房子也写她的名字 那现在这房子在谁的名下呀 在我的名下 当时她妈就开口 就是说离婚 要我拿出二十万 就是这个房子的钱 当时的话我也比较气愤 东平西臭啊 找亲戚都借了 把这个二十万拿出来 就跟她把婚离了 你不同意她跟她复婚 你今天来干嘛呀 我今天来 就是想把我游乐回去啊 可是人家来想在一起啊 可能他们要是复婚了 我还是要跟他们在一起 不是 你为什么不能自己 跟自己在一起呢 你老伴不在了吗 在啊 因为我以为是我成小 一手大大的 她爸爸因为中南清雨嘛 成了没抱过头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你这还蛮麻烦的 非要跟人俩在一起过呀 我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嘛 她跟她是一辈子 我跟她过一天算一天 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要跟她在一起 跟她在一起 你和她们有房子了 我还是要跟她们就在一起 她们有了七房下来 您还跟她们在一起 对 有能力带儿子吗 自己 自己的话 有能力吗 别肉肉乎乎的 没有 因为我一直没带过呀 你没带过 你还知道你没能力 你能自己带吗 勉强可以吧 真的吗 都是妈妈带吧 对 我就带孙子 就是像带我姨儿一样的 我给你做一选择题吧 姑娘 要妈还是要老公 我觉得我现在的胖 你只能要一个 不是 因为 你让人回答吗 要妈还是要老公 可以两个都要妈 只能要一个 你要谁 我觉得妈 你就让我 就是 从小的话 你知道 我的话 爸爸对我也不怎么样 你就是说 我也不想 我的儿子也没有饭 我喜欢你让我们 一起生活 可以吗 其实我也 并不想这么做 就是因为我 那时候大理差级也难了 有一次我上班 带你去上班的时候 骑着自行车 乘了车上 跋下来 我们俩母鱼 抱在一起 痛苦 我真的不想 跟你风筛 我就是这样的 一直想把你带下去 在你身边 保护你 妈我知道 我知道你带我很辛苦 但是我真的 还是想给我的儿子 不想让我儿子 跟我一样 从小就没有不爱 你还是找一个调节好一点的 我就不会是认住了 你找一个跟你差得远的人 我真的 不怕你嫁给他 我们会努力的 其实他也对我挺好的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 所以我才来找他不婚的 我知道他真的 那我反正就是这样说了 反正你们 你可以给我们 看一段时间 是吧 我们也会努力的 不管是为了我也好 为了我儿子也好 我特残忍地来一句 选了妈 选谁站在谁那儿去 妈 反正你们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 我还是要跟你们住在一起 我就是这样的 我要一直看着你 选 妈 你让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姑娘你选吧 妈 你 选 来 母女俩站在一起吧 你们俩还是一伙吧 您还是单独站那儿吧 其实我们有些事不需要多说 形态上的东西一看 基本就能看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情况稍显复杂 但是也摘得清楚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老师怎么帮助这一家人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孩 其实你复婚的目的 就想和孩子在一起 但是 你自己根本就照顾不了好孩子 而且你不敢 去承担这个责任 女孩也一样 从小到现在 你根本就不独立 固然刚才赵川老师问的 那个问题非常难回答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你应该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刚才赵川老师问你 你能不能自己带孩子的时候 你居然犹豫了半天 拼着命了 想着法也会能照顾 为什么要扔给姥姥去照顾 所以 当你们两个人没有成为一个 有能力的独立的人的时候 复婚在一起就是矛盾的 阿姨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和你女儿都掉在了水里 你不会游泳 你女儿会 但是 她只能自保 你还紧紧抓住她吗 如果你紧紧抱她 你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两个人都会死 你放开她就会活 你做何选择 那是生死关头 是不是 我肯定是会放开她吧 肯定会放开她是吗 但你不觉得现在的情景 就是那样吗 那不一样 那是生死关头了 现在是生活真干了 你不觉得你现在 如果再和她在一起 就是在横加干涉 两个人的婚姻吗 这两个人婚姻当中没有您 如果他们之间有爱情的话 与您何关呢 而你现在又要把外孙子 抓在手里 其实在您的所谓的 离不开 照顾了女儿 一辈子的情况下 已经害了你女儿了 因为你根本没有 让她长大成熟 她根本就不够独立 你还要去害自己的外孙子 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一起还是挺好的 在一起挺好的 那你跟你女婿 发生的矛盾是挺好的 她们俩离婚不就因为你吗 我觉得她保护不了我女儿 这里去放 她怎么保护不了 谁危害她了 而现在唯一危害 她们之间关系的就是您 为什么一定要 女儿去离婚呢 离了婚 为什么现在不能 让她们复婚呢 你是爱你女儿吗 你还是为了自己 之前一辈子的付出 现在需要回报啊 不是 我就是 反正我 你把自己女儿的爱 当成一种筹码去换你 下辈子的幸福吧 你的心太硬了 你的心太硬了 我是为了 我保护她 你现在是在保护她吗 是啊 你是吗 是 你自己的回答 都自己都不信了 所以男孩最后 跟你说一句话 如果你的复婚 不仅仅是为了 跟孩子在一起 而是为了 你还爱她的话 其实她的丈母娘 你可以有方法去处理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吃点亏 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独立起来 为什么不 没办法 我跟她在一起 一两年了 我开始都这么想的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多努力 多在外面 因为我现在 我还 还是那句话 你现在不够成熟 没有能力 任何一个男人 说没办法的时候 这三个字 是非常非常难出口的 说出来 就认输了 你要认输的话 甘愿认输的话 你自己决定 好吗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我现在其实是想知道一点 为什么会如此坚持地 不顾自己女儿 个人生活的好与坏 而执意要跟她生活在一起 您为什么看她不顺眼 您跟您爱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感觉 就是您今天的 目前的这种性格 包括对待自己女儿 这些态度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来自于您的家庭 所以我是觉得 伯母的内心 她所承载的 是她很多年前 跟她爱人的那种 不和谐的感情生活 造成她把大部分的 感情的经历 和她的生活的重心 放在她的女儿身上 所以伯母 我完全能够理解您 但是呢 刚才您有没有感觉到 您的女儿在这 非常非常的为难 其实她的内心中 她已经站在了 她老公的那个台子上了 可是她不愿意这样去做 我觉得曲老师刚才说的 那个例子非常好 就是如果掉在水里 您说了那是生死时刻 但是生活中 有好多看不到的生死 例如现在 她往前一步就是生 她站在这 对于她的婚姻生活就是死 如果大伙能退一步的话 也许可能就是海阔天 您还继续跟您女儿一起生活 没有问题 但是您适当地 也可以对您的女婿 有一个重新的认知 不要把您对您爱人 或家庭对男性那种失望 投射在她身上就行 所以我希望您好好想一想 我问您一个事啊 平心而论 在你心目当中 女儿重要还是老公重要 女儿重要 那么既然女儿在你的家庭当中 这么没有父爱 你为什么不跟你的丈夫离婚 单独把她带打 事实上你也是单独把她带打 因为我那时候 跟我老公提过离风 但是我宇儿那时候还小 他那时候就抱着我的脚 我跟他说 我说宇儿 我说妈跟你爸爸离风 我说你跟谁 他说我谁也不跟 他说我跳楼 我听了这句话 以后我就不敢跟他爸爸离风了 其实你和你的爱人之间感情不是很好 但其实你很爱你的女儿 因为你的丈夫不太关心你的女儿 所以你给了你女儿更多倍的爱 并且因为你的女儿 你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所以你没有跟你的丈夫离婚 对吗 对 那为什么你要让你的孙子 面临这样的境地呢 你的孙子现在不会说话 如果你的孙子现在会说话 就会像当年你的女儿 抱住你的腿一样 外婆 妈妈 不要让我爸妈离婚 你怎么回答 我说那是他爸爸自己没有能力啊 不 大姐 咱们平心而论 别说你的女儿 在你心目当中是极为优秀的 因为每个父母看自己的孩子都是好的 但事实上你的女儿 其实是很普通的女孩子当中的一个 就即便说你的女儿很优秀 你也很难担保 爱情这种事情 他是否会找一个特别优秀的男生 我们所指的优秀通常是指这个男生 第一他没有道德问题 他做人作风很正 是吧 他凭自己的努力吃饭 但你不可能要求你的女儿一定找一个说 在经济条件上有多好 在权力掌控范围上有多好的男人 你无法保证 就连你自己找的你也无法保证 更何况退一万步讲 不管保证不保证 第一他们已经结婚 第二已经有孩子 第三这个男生没有那么坏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既然你当年牺牲了你自己的幸福 换来了你女儿的家庭完整 那么今天为什么不给他们一家三口一个完整呢 我告诉你 其实你女儿今天为什么会这么不独立 也甚至不敢跟你说我要我自己的幸福 我们说母爱是堂 无微不至 父爱是严 给人力量 她一直以来就缺少了父爱 所以她没有力量 才会这么懦弱 不管你们将来在一起生活 你是住 还是不住 但是你切记一点 不要让自己的悲剧 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上演 如果我是你 我远远地看着 如果女儿一旦有不幸福 我就张开我的怀抱让她回来 但我也不去 遮蔽她可能想说到的幸福 因为幸不幸福 她才知道 你是不知道的 儿孙自有儿孙福 做父母的 可以避免让他们不幸 但是无法去带他们寻找幸福 您做的已经够多了 挺伟大 就这样 你谁不会放手 未来你会很痛苦 给女儿一片天空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解决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妈妈放手 第二件事情才是他们复婚 您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从今天开始 你要抽离出你女儿的婚姻生活 你做得到吗 你做得到 你就下去 他们复婚了 我们不说他们的事 你做得到 你就下台 我们再跟他们说 你做不到 你就在这儿待着 做不到 好 男生大概复婚是有条件的吧 是丈母娘不要干涉自己的生活吧 对 那我就是这样想 你们复婚 我就在 我就在你们一起 这个气 你受得了 也得受 受不了 你也得受 反正就是这样的 听明白了 你还有什么 跟你妈说的吗 你就还是希望妈 就是看在我 或者是我儿子的分上 让我们在一起 其实 你们之间的这些矛盾 可能是我 跟你缺少了沟通 所以才会 早是今天这样 但是这段 我觉得我能处理好了 我希望你们 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是不给你们机会 我是 就是说 你们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 我还是可以跟你们一起生活 这也没事啊 跟你们一起生活 我也不妨碍你们什么 我还是带我的生子来 还是跟你们帮忙做饭 搞饭吃 来吧 妈妈 站在这来 你可以跟他们过啊 前提条件是他愿意 对吧 他要不愿意 这事你们就自己单独过 对不对 就让他跟你一样呗 反正你就这么过来了呗 就你自己吃的那种苦 你再让闺女吃一遍呗 对吧 因为你那儿其实就是个 形式上的不离婚嘛 所以你认为你吃的苦 应该他再吃一遍就对了 我们也没人拦着你啊 我还是自己放 我要跟他们坐在一起 好 你们自己考虑吧 下面的时间 留给你们俩自己 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我们在 我还是要看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 你听到我们下期后 这一会儿 我跟他们说 我说 我 期待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你真的不害怕哪天你女儿带着孙子就逃跑了 我不怕 我嫌弃我女儿 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我就不明白大姐 你为什么就看着两个人跪在你面前 你就宁愿看得下去就这么冷漠 铁石心肠 女婿道歉也道歉了 你就不能给他们一个机会 给一对夫妻一点自己的攻坚 又不是说让你跟你的女儿不见面了 他们从此要跑了 你怎么就看得下去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就要死就得不放呢 最后问您一次 愿意给女儿一个机会吗 他们说 妈我不需要你的照顾 我们会赡养您 您就开开心心过您的日子 跳跳广场舞 他们说 妈 我们需要您来帮着看看孩子 您就去帮他们看孩子 然后自己回去 过自己的点日子 这要求高吗 反正他们要赡养的话 我就给他一次机会了 不是这样 这样吧 不跟他住一块是吧 你用行动来表达吧 你不跟他们住一期 你就走下去 我要考虑他 下次考虑 下次考虑 来 请开门 这你妈不在 我有个问题要问 选你妈还是选老公 这样我妈那么说 肯定她就 我就问你 选你妈还是选老公 选老公 大声点 老公 手拉在一起 你啊 像个男人吧 你要是做得特别好 特别周到 丈母娘会这样吗 我问你 你能不能照顾好 她和你儿子 你能不能让丈母娘 舒心一点 真能 假能 真的 丈母娘呢 来来来 大姐来 我没挑拨的意思啊 事实就是你女儿 刚才选择的 她老公没选你啊 这不代表女儿不爱你 我还是会跟他们 带孩子 你们让她带吗 让 你个没出息的 乐了 她肯定乐了 就怕把她那给夺走嘛 就怕把孩子给夺走嘛 怕孩子独立嘛 那是以后的事情 我还是会要考虑他们 来跪着 给妈磕三个头 说从今天开始 我把女儿带走了 你放心吧 磕 说 大声说 来 从今天开始 我就把你女儿带走了 请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不会让她 再受我任何委屈 还得照顾好妈 照顾好妈 照顾好儿子 都照顾好 一动手 磕 哎呦 还有乐的时候啊 哎呦 起来了 你会乐呀 咱就关礼吧 剩下的事 人家自己的事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接下来 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 自己的幸福时刻 老婆 我们夫婚子 好久没心了吧 来吧 亮灯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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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会儿有一个抽奖 你们家谁抽 我一会儿抽 为啥不是女婿抽呢 你这个人啊 真是 谁抽 谁他们两个人 你说谁抽 妈抽 来来来 你来你来你来 开始 提 恭喜你们啊 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谢谢你 走吧 谢谢你 其实你说这个世上 哪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父母 只是方式不对 希望今天 这个家庭能够通过老师们的帮助 来找到他们自己处理他们 有特点的家庭问题的钥匙 接下来是一对年轻的情侣 他们碰到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一起这么久了 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们 所以让他去相亲 我也不想为难他 所以就同意了 但是我没想到我的理解 却成为他放纵的理由 我相亲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和他说了 我就是走个形式 应付下父母而已 我就不会真的和别人在一起 他为什么还要和我一直闹来闹去呢 闹什么闹的 他和别的女生一起看电影又吃饭的 然后还发安眠消息 我心里能舒服吗 他的前女友也安眠不清 纠缠不清的 他能和追求他男生一起去看演唱会 他出去吃饭也带别的男生 他做的就很好吗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记忆下去了 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对我 我现在真的感觉 我在他心里面就是一个备胎 在恋爱期间 但其中一方还要去相亲 另一方的心里 是如何承受得下这么大的屈辱的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时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时21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过去是一个学校的 我和他是大学同学 然后他比我大一届 师哥 然后呢 我们在那个学生会认识的 现在我已经毕业了 等到毕业之后呢 然后那个我父母觉得吧 我现在已经工作了 并且还工作还是不错 父母觉得他那个现在还没有毕业以后呢 工作不一定会和我在一起 所以父母想找在家 找一些知根知底的 然后他们比较熟悉的那些 安排我相亲 安排之后呢 其实刚开始他也那个 比较理由给他说了之后 那个我说 你还理解 因为他跟我承诺 他说他的父母不同意 等我毕业之后 然后就是去他那边找一个工作 我俩只要心在一起 然后以后父母可能会同意 他是这样答应我的 他给我承诺了好多 那我就想理解你们 他一开始相信他跟我说了 我心里虽然不舒服 可是还是让他去了 可是后来呢 发生的事 我就感觉我心里是个备胎一样 你备备了 对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我那个去的话 完全都是父母强行安排我去 我也没办法拒绝 父母强行安排你去 对对 怎么强行安排的 就是要求我是必须得去 不去的话 他们两个一直说我一直闹 你去过几回 两三次吧 见过几个 三个吧 因为见完之后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我找各种理由 我就推辞掉了 推辞掉之后 父母就认为不合适 然后就一直安排 那现在又安排了几个了 就这几个 就杀 他开始跟我说 应付应付而已 我就信了 可是后来 我也信了呀 他不说没事吗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 让我总觉得 我自己被骗了 也是的 后来发生了什么姑娘 你跟大家说说 他跟那相信的对象 又是吃饭 又是看电影 我觉得气相亲了之后 你说能做什么两个人 见面之后 我说不能一直 傻傻待着是吧 总要做一些事情 吃个饭 看个电影之类的 你这相亲相多长啊 就一般都是 你一起吃个饭呢 然后吃完饭之后 当时有 吃完饭还不走啊 当时是那个女孩 正好是那个电影 小时代 他说他想看 我说我没有办法推辞吗 不是 怎么没办法推辞呢 你可以跟他说 我有女朋友啊 我父母逼我来的 对不起啊 请你吃顿饭啊 不好意思不就走了吗 对他没有推辞 我觉得这么 我觉得这么 不好意思给人家说嘛 我有女朋友了 我还去感觉欺骗人家一样 所以我 我没有办法 你说我没看上你 这事情得回去之后 我配不上你 这事情得回去之后呢 然后那个 给父母说不合适 然后父母再通过介绍人 然后再给他说就可以了 他给人家相亲对象 看电影 吃饭那个时候 他都没有告诉过我 他一开始 那你咋知道的呢 因为那个 用他的账号上美团买东西 就发现之前的订单 有那个两张电影票 我才问他 他才跟我说的 要不我还一直都不知道呢 其实我这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去了之后 看个电影而已嘛 并且我又不是自愿要去的 每次我还都拒绝了 每次 去过几次 对 去过几次啊 看电影就是这一次 我说是每次呢 相亲之后我都拒绝了 没有说和谁继续交往之类的 你有女朋友吗 对吧 然后我觉得他做的 有一些事情嘛 更加过分 哦 他还做了过分的事情 对 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 以前学校的一个朋友 我们两个都认识 然后就是去他那儿 他去火尔站 接那个人的时候 居然还带一个男生 然后后来之后 那人回去之后 就问我是怎么回事吗 我在那个男生怎么 然后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我大晚上的 那同学让我去接 然后大晚上的 大晚上的 你就可以带一个男生去 大晚上多不安全啊 火尔站 这唯一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啊 我带一个男生去 陪我一块儿去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很 并且那个男生 以前还追过他的 他都告诉过我 现在他又不是 不知道我有男朋友 他知道我有男朋友 知道有男朋友 他还纠缠着你 并且你还 他什么时候纠缠我 他不知道陪我去看一个吗 你知道我会怎么想 我只是让那个去火尔站 让他陪我一起去 等于你晚上到火尔站接人 对 你觉得不安全 你找了一个男生做保镖 对 我不觉得过分啊 女孩子晚上去火尔站 就安全找一个男生陪着嘛 这有什么呀 对 相对来说 就是他就比较那个不正常了 他干嘛了 他不正常 还是他那相亲对象吧 他和那相亲对象 他们两个在那个空间留言板上 或者是QO评论上 然后他就留一些特别暧昧的话 我两个人认识之后 然后我觉得 留个言呢 或者是评论一下 说说之类的 多正常 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现象 你都留了什么话了 那那次我看到留言板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女生 就是老在她的留言板上留言 我就去看了 然后我就发现 那个女生的空间 发了个自拍 他给人家评论说 宝宝你又变漂亮了 你叫谁宝宝呢 你能忍吗 初恋老师刚才有说吗 吓死宝宝了 我觉得现在大家称呼一个宝宝 我吓死我这个宝宝了 我觉得你就是在强思多理 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说个宝宝多正常 刚才初恋老师不也是自称宝宝了吗 我没称别人是宝宝 我称我自己是宝宝 不行 那他如果称是自称宝宝的话 那我称呼一下宝宝 我觉得也是 还有什么吗 通过这些事我就觉得 他一点也不重视我 然后在平常的 我们原来不是异地恋 后来才异地恋嘛 然后开始异地恋的时候 他对我的联系挺多 我每天都视频聊天 后来呢 后来就改成短信啊 他说视频都麻烦啊 后来视频不是因为那个 拆迁的时候网线断了吗 那你网线断了 那你电话费也没了 你交不起电话费呢 两三天都联系不到 现在那个从今年过完年之后 我开始实习 实习完一直到毕业 都在这里工作 白天工作比较累 晚上的时候我还要学习 可能时间会少一点 但是也不妨碍你相亲呢 有一次那个 我好不容易嘛 不太忙了 我请个假 我去看他 结果呢 到那之后呢 我铺了一个喷 他去和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男生 刚才说的那个男生 他和他一起去北京 看演唱会了 你们俩可以啊 不是 世界不是你想的那么复杂 其实我不知道他来 然后那个男生 你知道他来 肯定你不会去啊 对啊 才对啊 对啊 是那个 你不知道我去 但是你去看演唱会 我就知道吗 我看演唱会 我也不知道 我看演唱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好吗 他知道我喜欢XO 然后他之前就买好票了 买好票跟我说 那去看演唱会吧 票都是人家给买的 你为啥不给买呢 他根本都不喜欢我追星 他不喜欢我看一些那些吗 他手机里边存了那个 一千多张金钟人的照片 然后一千能翻两个多小时 我是金钟人娱乐吗 我没事 我没事干的时候 我金钟人娱乐 怎么你还要用戏呢 他还经常说自己是金钟人女朋友 他是金钟人女朋友 那谁是我女朋友 那个看电影 那个是你的女朋友 宝宝是 追星你是一个娱乐吗 你还和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 过不去啊 是我不跟他过不去 但是和你一起去看演唱会这个人呢 这根本就是不正常的意见 我问我问我问啊 是买了一张票你去的呢 还是买了两张票 你们俩一起去 他买了一张票 他因为知道我喜欢搜 然后因为我在那个 老师在动态里边 会发一些他们的照片什么的 他给我买了票 正好说他说让我去看吧 抢到票了 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他们嘛 然后我就说行 那我去看 但是这个钱我会给你的 等着看完演唱会之后 我就给你 我还给他 我不是白看的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呀 你们就去看了 不是说只有一张票吗 那个男生也跟他一起去了 他跟着我去了 他跟着我去了 他陪着你去 对 你自己进去看 你这个男朋友 怎么都做不了这么好呢 我这也去找他了 可是我找他去 他已经走了 那你们俩今天来这干嘛呀 这互相咬来咬去的 你说他不忠 他说你不忠的 我这就是想而来 我就想听他内心的真正想法 他和他那些相亲对象 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他把真正想法告诉我 就是咱俩 就是能在一起 不在一起 谁也别担忽谁 你们俩异地多久了 半年多 从开始我 做完年之后 我开始就开始实习了 对 我就不在心里了 原来对于有些爱情来说 空间真的是个问题 老师们你们看看 这一堆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么一个短暂的 半年的异地恋 就这么多的问题出来 那这其实就分手呗 女孩就是觉得得要一面 让所有人都知道 分手是你的问题 相亲去了 你跟宝宝看电影是吧 其实你之所以站到这儿 第一呢 为自己解释一下 第二呢 也公其不备 你不是那么干净的 女孩的确 你也是有让人说的把柄 就算你和那个男孩 追求你的男孩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你这么做 也很不道德 因为你明明知道 他喜欢你 明明知道他追过你 现在还是 想再追求你 而是 他知道我有男朋友 然后他也不想再追求我了 只是我们就 他不再追求你 他是没有说 他做了呀 如果他不喜欢你 他陪你去活着干嘛 如果他不喜欢你 他陪你到北京 看演唱会 而且他还不看 只让你看 然后请 也对不起 那个请你看演唱会的男孩 你明明心里没有他 你明明自己有男朋友 你还要占别人的便宜 那钱给人家了吗 给了呀 看完演唱会之后就给他了 那你有没有利用人家 你有没有把他当成备胎呀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其实就这两件事 我有一部分的私信 就是想让我男朋友 多在乎我一点 你别逗了 你要想让他多在乎 你就告诉他 我今天要和谁 去火车站 我今天要和谁 去看演唱会 两位 既然都不真诚相待 既然都有欺骗 又不是那么的爱 何必要在一起呢 异地恋就是费电 费钱 费时间 耗费彼此的能量 你们两人在一起 多长时间 一年多 一年多的时候 在没有分开之前 有这些事情吗 没有 那么现在为什么有了呢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 距离拉开之后 因为环境改变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内心 做出了本能的一种反应 不管你去相亲也好 你说是父母逼着你 但我相信内心中 一定迎合了 你的某些想法 你内心中 一定也有想尝试 改变一下这样的 因为你不适应 或者是不能接受异地恋 你其实也是如此 解决你们之间 其实最有效的问题 就是两个人 以后有没有可能 还在一起 共同在一个城市里 去生活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今天两个人 可以走得近一些 但是如果彼此真的规划 都不在一个城市里 我觉得我跟曲老师的 意见是一致的 就没有必要再耗费能量 因为你依然还会 发生这些事情 因为你的父母 还会逼你去相亲 你的女朋友 永远不可能到你的身边 所以你的父母 还是在逼你 偶尔赶上一个那天 特别特别好的 比他真的强很多的 或者是有一天 你遇到了一个 陪你看电影的 或者是看演唱会 那个人 真的比你男朋友更好 或者是不如他的 但关键是 他能陪在你的身边 你哭的时候 能给你递纸巾 你冷的时候 能给你披件衣服 你饿的时候 他能请你去吃饭 但是当你冷了 当你饿了 当你困了的时候 他在遥遥的地方 给你打个电话视频 人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说 如果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不要彼此伤害 彼此留个好印象 也许若干年之后 还能互相成宝宝 我一点都不相信 在如今这个年代 还有异地恋吗 高铁这么发达 飞机只要几百块钱 金介舱 你们难道 穿越了千山万水 生离死别去爱吗 可以在一起的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 你在学校吗 对 对呀 他之前 就是老师说 他工作忙 没有时间来陪我 如果要在一起 付出的代价 并不需要多少 不就是几张车票吗 几张飞机票吗 所以异地恋 根本就是假象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年代 所以说 其实说白了 没有那么喜欢吗 我就不明白 现在的年轻人 虽然说我们不用 用道德的极压锁 去封锁你们 但是怎么就 那么不讲究了呢 就那么没有一点 这个对爱情的 一点要求 和洁生字号了呢 就那么寂寞 如果那么喜欢 就过去就是了 还好意思 在这个舞台上说 我跟宝宝看电影 还好意思说 是我父母逼着我去的 还好意思说 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好意思 一点都不好意思 拿枪指着你头去啦 如果你要是真爱他 你是如坐针毡 吃也吃不下 是电影更别看 实际上你还是蛮享受的 如果你不享受 我不觉得你可以 待过超过十分钟 面对一个跟你 毫无关系的你 害人又害己 你也是一样 如果你内心 但凡是有一丝 牵挂和愧疚 你也不会跟那个男生 走那么近 所以你们俩好意思 在这个台上说 喜欢对爱 男生尤其是说的 说的有意思说 想来想去 还是你好 是吧 那你是思来想去 还是你不错 没意思 这后面有人说备胎 我倒是觉得 你们连备胎都不如 顶多是一千斤里 喜欢就好好处 没有那么喜欢 也没有谁强求你们 但是人得自重 尊重别人 也尊重自己 更尊重彼此 曾经发生的感情 别把以前的那点东西 也抹了 那就太灰色了 好吧 我给你们提一个要求吧 在你们最后表白之前 我想想你们俩 做一件共同的事 你们谁能帮我回忆一下 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 我们就是在学生会 然后每天一起工作 然后时间长了 双方觉得对方都挺好的 然后就自然让人 走到一起了 当时在一块的时候 还是很好的 两个人一起工作完了之后 一起然后吃个饭之类的 真是有时间了嘛 出租館看看书之类的 都挺好的 此刻回忆这段的时候 内心是什么感触 我就想之前那么好 后来的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没有珍惜 因为没有坚持 因为没有好好去爱 都有责任 没事 年轻人都有机会 想重拾就重拾 不想重拾 当成一段美好的经历 放在心里去回忆就好 剩下的时间 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可能我以前是给自己找理由 找的是比较多 考虑你考虑的应该就少一点 我觉得我是也是有一点自私 然后其实相信那件事 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 其实我可以各种理由 然后推到了 我可以说工作忙之类的 然后可是我去了 现在一想确实是不应该的 你每次都以工作忙说 你没时间 各种也不跟我沟通 我跟你吵架 你都不跟我吵 你嫌我烦 所以咱们之间沟通就更少 什么都不对 是 后来可能是 有我的原因吧 可能后来沟通就少一点 以后工作这些事情 我觉得虽然重要 但是你也很重要 对不起 时间到 谢谢两位啊 最后这不是挺坦诚的吗 谢谢你们 秦辉 一对年轻人半年异地恋 一段感情在这个期间 到我还是想祝这对年轻人 能够过住他们自己的幸福 因为年轻 所以还有很多的机会 好好地开开心心地去生活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老徒有话说 附老师 天天轩的用户提问说 我今年21岁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 几个月就打结婚证了 打结婚证有40天就离婚了 现在他又想和我复婚 短短的一年当中 闪婚 闪离 现在还想闪富 不过让我感觉到庆幸的是 你没有闪运 闪生 想知道怎么办 现在最好是赶快闪醒 清醒一些 看看你过去都干了些什么 就这样 感谢途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 在节目直播期间 打开途牛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现金券 要旅游找途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